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807集 汤洪恩原本对季亚意见很大 看了这抚养账单 汤洪恩的不满反而消退了大半 季亚偏执 控制欲强 自以为是这些毛病都是真的 但她把季江源带出国 也的确没有亏待这孩子 钱可能说明不了全部 至少能表明季亚在季江源身上的投入 季江源不仅学基建 还加入了射击俱乐部 似乎还上过一年马术课 这些教育投资 在十年前的华国 几乎没有人能办到 那时候 汤洪恩刚从牛棚出来 工作是恢复了 工资大概也就够一家人填饱肚子 季江源留在他身边 是过不上这种生活的 对季亚的意见刚消退 季林又把汤洪恩的神经给拨紧了 季林同志 说话不能全凭一则 要有真凭十句 江源冲动之下 就要和他妈脱离关系 我并不是很赞成 但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用钱来逼孩子听话的父母 也不缺计押一个人 江源同意偿还这个账单 我替他担心着急 同样也觉得他有担当 至于他要怎么还这钱 我会和江源一起讨论商量 违法乱纪你想多了 我的儿子若是违法乱纪 我会亲自把他送到公安局 就算是亲舅舅 这说话也太不讲究了 季江源这事做得不全对 哪怕是汤洪恩 也没想过让季江源和季雅 完全脱离关系 事情的原因 汤洪恩还没搞清楚 他才没发表意见 季林一张嘴 就说汤洪恩给季江源 承诺了什么 颇有汤洪恩要利用 职务便利 帮季江源还几万美元的意思 汤洪恩是真不能忍 汤市长 要不是你在背后蛊惑 江源会突然有这种念头 他是个多小顺的孩子 我比你清楚 这些年他可是我们季家才照顾 季林一边说 一边看夏小兰 意思是 汤洪恩就是用夏小兰 来挑拨母子关系的 夏小兰都不知道 怎么和季林这种人交流 说他不厉害吧 人家书香门第 家里人个个都有体面工作 季林还会说外语 在外交部工作 85年这样的人厉不厉害 在夏小兰看来 也是绝对的人生赢家了 人生赢家也不代表 能顺畅沟通 反正夏小兰和季林沟通不了 可能是两人立场不同 想法就完全不同 季江源没等夏小兰说话 抢过话头 舅舅 在美国孩子满了十八岁 就能自己独立了 他们可以靠贷款上大学 华国没有大学贷款 学费和生活费却很低 这点钱我能自己赚到 没有人在背后蛊惑我 我和我妈对很多事情 看法不一样 住在一起 我们会产生冲突 舅舅 我还是您外甥 希望您能理解我一次 大吵大闹的 往往是虚张声势 语气平淡的 才是真的下了决心 季林也真是底气不足 一个是汤洪恩坐在旁边 之前就给季家 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另一个是季雅 这当妈的不靠谱 宁艳凡给季林打电话 也是说季雅胡闹 算 过一段时间等母子俩 冷静下来再说吧 季林把抚养账单拿过来 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 将房租一向划掉 你妈刚去美国时 是家里给的钱 这个房租你不用出 你的意义舅舅做主答应了 季林在账单后 签了自己的名字 季江源顿了顿 也签名写下日期 划掉了房租 他也就少出三千美元而已 和账单总额比起来不够看 季林连一口菜都没吃 自个儿先走了 季江源把签了字的账单收起来 夏小兰看着桌上 没动筷子的菜 季江源 从现在起 你就正是背了几万美元的债务 点了菜不吃 太浪费了 夏小兰看她的目光里 充满了同情 季江源都不知道该哭 还是笑 夏小兰 如果你要安慰我 可不可以用点心呢 说得好像她以后都吃不起 校门口的小饭馆了一样 不过转念一想 夏小兰说的也不算错 还剩五年的时间 她至少要赚七万美元 想必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她过的就是贫困学生的生活 学校的贫困学生啥样 季江源也见过 永远只吃食堂 吃饭打素菜 喝免费的汤配馒头吃 让他们打个肉菜都不可能 别说下馆子了 季江源想到这些 拿起筷子也没客气 这种情况下 三个人还能合理 把饭菜一扫而空 老板还以为屋里要打起来呢 结果盘子全部都吃空了 结账是汤红恩给的钱 季江源没假行星说不要 汤红恩示意父子俩 去学校里走一圈 季江源 咱俩聊聊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聊的 我和我妈脱离关系 并不是你的原因 夏小兰在旁边听着都尴尬 季江源的意思是 脱离了偏执 还控制欲强的亲妈 也不会投奔 汤红恩这个生负的怀抱 汤红恩从阳城坐飞机过来 就听到季江源说这话 他也没生气 季江源不愿意谈 汤红恩拿出来一个信封 我缺点工资 钱不多 你先拿着用 算是我进你的 存折是你名字 密码是你生日 存折上是两千块钱 汤红恩一个月工资三百多点 这已经是他大半年的工资 何吉亚的物质条件比不了 是汤红恩自己的心意 季江源却没接着钱 刚刚说完要独立 难道独立 就是从用亲妈的钱 变成花生负的钱吗 你那心意我领了 这钱我不能要 谢谢你来看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季江源说得潇洒 做法也真是潇洒 丢下夏小兰和汤红恩走了 四月初的京城春风舒适 夏小兰觉得 季江源潇洒地 像要乘风而飞 汤叔叔 他在美国长大 想法很稀释 我看他是真的认为自己到了独立的年纪 不想要他妈妈的钱 也不会要您的钱 看起来 季江源是真的决定断奶 不仅是经济上的 还有精神上的独立 汤红恩捏着存折 我没有不高兴 他还挺高兴 季江源这样做 才像是他汤红恩的种 性什么不重要 被谁养大也没关系 季江源敢踏出这一步 汤红恩替他骄傲 五年赚七万美元 还要以后每年都不低于六千美元的收入 你说 他要怎么才能做到 夏小兰觉得 汤红恩这个问题 有点超纲啊 按照黑市的汇率 七万美元就是七十万华币 除了夏小兰这样 一心钻到前眼里的前串子 85年 这对任何一个大学生 都是一个大挑战